那我们就算说 美国经济 台湾经济 目前没有立即进入 经济衰退的风险 那么难道不代表着 它会进行估值修正吗 你不衰退也可以跌 2022年也没衰退 涨太多也是会跌 好我们接下来回到 台股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台股在8月其实 波动是非常大 其实跌幅是比美股还大 然后进入9月之后 台股现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又是一个1000点的跌幅 所以你自己觉得 台湾现在的股市的反应 是不是有点过度了 还是你觉得 主要是因为这两年涨太多 也没有什么 这种回调还是很正常的 台股机其实高了 就算给它前瞻本益比 就是把2025年的EPS 拿过来算 台股现在大概有17倍 但韩国股市大概11倍到12倍 台北股市贵不贵 的确是蛮贵的 但是这个贵是不是隐含着说 市场上现在对于台北股市 充满的极度泡沫 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它的确有强大的获利 来做贡献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 第一个问题是 台湾的景气 会不会也走到这边就停了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上最常讨论的 一个问题就是 景气信号灯 看到了一颗红灯 对 有点热 然后到黄红灯 然后可能接下来就变绿灯 然后就变蓝灯 那景气循环结束 的确我们按照过往的经验 如果是把04年的经验来看 的确当时只出现一颗红灯 然后景气就开始进行下行 那10年是怎么样 红灯黄灯 红灯黄灯 就在高位震荡 就是符合高档动画 那2021年是一直是红灯 就是属于快速的景气扩张格局 所以大家就在猜说 24年会不会景气最漂亮 就走到现在了 那我认为有待上去 首先如果进行回测 你会发现 2010年 你看红灯黄红灯 持续进化 那么股价就一直创立即新高 就一直创波段新高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红灯黄红灯持续交错 景气持续扩张的话 那股市当然没问题 那我们担心的是 只有一颗红灯 那接下来股价是不是就直直落下去了 任何也不会的 我们以04年的经验来看 当时的红灯出现的时候 股价已经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档了 红灯出现的时候 反而已经是相对底部了 即便接下来的黄红灯绿灯蓝灯出现 股价基本就是盘整而已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观察要件是什么 观察的要件是 你也不用过度依赖于单一指标 事实上在景气信号灯当中 当时7月份所公布的指标 景气信号灯它是有领先指标 同时指标和落后指标 在领先指标的部分 它又创下历史新高了 所以我们从领先指标来看 通常来到100以下 就是一个长期的部件点 像22年到23年就一个 20年是一个 18年一个 15年一个 11年一个 08年一个 现在已经扩张了 但是按照过往的经验 扩张的经验通常会来到 两年到三年左右 就算算一点两年而已 事实上也不太快 这么快的结束 所以我们会把台北股市 也把它当成是一种 本益比的回调 会比较适合一点 如果从台湾制造业指数 就看得出来 刚才我们聊到 美国的ISN制造业指数 它本身没有太大参考意义 因为美国重点是服务 那我要看全球的制造业到底怎么样 要看什么呢 看台湾就可以了 台湾的制造业P&I 目前还在扩张格局 那按照过往的经验 通常扩张格局 比如说15年到18年 21年 一路走到23年中旬 差不多都会有 一到两年的循环 那台湾的制造业P&I 什么时候开始翻证的呢 今年年初 所以大概就走8个月 就除非我们认为 这是史上最短的库存周期 要不然也不太可能 就因此而结束 但是我们也清楚知道 现在P&I毕竟不是低于50 低于50 那就放开来买鞋变满了 现在的状态就是 的确你既有的部位 可以不要卖 但是你新有的现金 你可以等待下一轮的 景气库存循环 你也可以投到短债 长天起国债 来进行一些资产的配置 一方面冲销 未来有可能产生的资产波动 另外一方面 如果股票市场 未来就是直线上涨 你好歹还有不错的配置 可以领 这也是一种方式 你这个分析很好 但是我也想帮观众朋友问一下 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 不管是库存周期 或是领先指标 看起来都还是在 刚刚起涨 没有多久的阶段 但万一 就是说万一 如果也真的发生像过去 那一颗红灯之后 就反转向下 但是我们在这个风险意义上 我们有没有什么 特别要去留意的 哪些指标 如果出现不妙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有特别再警觉一点 对啊 灯啊 领先指标啊 它都是一个蛮抽象的概念 你也不具体了解 它到底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所以回归到本质 你像从红灯 进入到黄红灯 这一波台北股市的区间 它的主因是什么 是来自于出口值下滑了两分 所以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出口值 就会发现有据的迹象 台湾在7月份的出口值 是399.4亿 6月份是399亿 7月份的出口值 其实比6月份高 那怎么会出口值掉了两分呢 这很明显 就是它是用年增角度来做思考 所以有时候你用绝对金额来看 我去年赚 年薪赚600万 今年赚599万 其实也很多 但是从年增角度 你就会发现景气突然就下起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了解的事情是 有时候只是增长乏力 但是台湾市场 从20年以后所赚取的绝对金额 其实已经偏高了 那换句话说 它会形成什么 它会形成内支买盘的阻力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到筹码的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现在市场上 针对台北股市长期有没有推升 照您的说法很有可能是 这个未来的总经环境为何 那当然很重要 可是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 那到底台北股市是 由谁一步一步买到现在 那这些人未来会不会继续买 这些人有没有钱继续买 我认为这才是 回归到最原本的重点 那为什么要拿来跟景气来做挂钩呢 因为如果我们细看 从20年到24年 外支是卖多卖少 内支是几乎是5年全部都在买 外支在20年卖了5000亿 21年卖了4000亿 22年卖了1.2兆 23年稍微回补个两三千亿 今年卖超又接近6000亿了 所以外支5年过去都在卖 可是投信是年年在买超 今年外支已经卖了快6000亿 但是投信买了6500亿 这就说明着台北股市 从8000点到24000点 根本不是靠外支堆积起来的 是靠内支 那为什么要聊到景气呢 因为内支要景气好 它才有外汇收益进来 它才会连得到年中 它才有能力继续进行 定期定额扣款 所以它是一整条线串起来的 第一件事情就了解到 台北股市的创高 你如果不看外支 外支卖超硬拿掉 台北股市现在何止2万4 2万5 2万6 2万7 都有可能 第一件事情 所以台北股市的创高 它取决于内支的买盘 那第二件事情 内支的买盘 它取决于景气周期的变化 那景气周期的变化 它可能会递延半年到一年 才会形成这些人的薪资 和年终奖金 就好像2023年的获利 你要到2024年 喝春酒的时候 才拿到红包 年终奖金 那一样 今年的获利量力 它要到2025年 都还领得到 所以我们预估整条循环线 台北股市的内支 至少可以撑到 2025年上半年 这段时间 外资有可能继续卖 就把台北股市 压在一定的位阶 但是外资不卖 台股一定创下历史新高 那我们相信 它能够买的钱 已经累积到2025年了 我们已经知道2025年 到时候喝春酒 它的红包到底有多大包了 从现在的台积利益 越营收 同比年增幅 就已经看得出来了 所以我们才会断定说 台北股市 有没有本益比调整的空间 答案是有的 我们没办法阻止外资的卖潮 但是我们很清楚 未来几个季度的 内资买很会停止 你可以把它当成 这是一种韭菜 可是要清楚知道 这批韭菜已经嘎外资 嘎了5年了 那我相信 内资就是接下来 台北股市长期创高的主流 真的 都是我们大家的贡献 现在已经不再怕 外资的动作了 你也特别有 帮我们要说到这个 就是国内资金真的很充分 像是国内 超额除去的状况 也可以帮我们再说个说明 对 超额除去就是出口结进口 那就是留下来的钱 那在当时21年 曾经来到3.69兆 那你要知道 在本轮的半导体带货潮 19年以前 大概就2.2兆左右 2021年 今天来到3.69兆 2020年来到3.7兆 又创下历史新高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我们这几年 所看到的物价上涨 百货公司人潮一堆 服务业 薪资大涨之类的 很多状况 它其实都跟总体经济环境 是息息相关的 那这是第一个观察 2024年 相对于2023年 又多了5000亿台币 所以你可以了解 为什么今年上半年 有大批的ETF的资产潮 或者房地产的资产潮的出现 为什么 人人都不想要持有现金 只想要持有资产 那股市房市 就是重要资产的推行方向 这是第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第二个观察的重点是什么 刚才我们聊的是台北股市的概况 它的分析会比较复杂 你既一方面要确定 景气在上行 一方面你要确定市场是不是真的由内置来做推升 但是最终我们看的是什么 全球景气好 台股美股都会向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那我们就算说 美国经济 台湾经济 目前没有立即进入经济衰退的风险 那么 咱们不知道不代表着它会进行估值修正吗 你不衰退也可以跌 2022年也没衰退 涨太多也是会跌 涨太多也可以跌 那谁说涨太多不能跌凶一点的 对不对 你说经济衰退不发生 不代表说未来股灾不会发生 的确这是一种立论 所以有时候 我们很常经常会探讨的 过去几个月 大家就比较常把巴菲特这例子说出来 就是连巴菲特都意识到 现在的基础是极高无比的 那的确我们从巴菲特指标来看 巴菲特指标是从它的股票的总市值 去出于美国实质GDP当中的比值 那可以观察到具体迹象是 巴菲特指标现在大概是1.7到1.8倍左右 通常来到1.2倍以上 就是属于高机器所以巴菲特老实说 从15年以来大部分是卖多买少 大部分资金部件的步调也没这么多 就好像过去几个季度 从2022年以来 它几乎没有买过美国股票仓位 一直在进行出拓 那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 我们刚才有很多指标都可以来佐证 库存循环有推行的力度 那当然也有很多指标可以来暗示 目前股市基级好像有点高 那我认为这项指标 没有这么符合现在的操作者 第一那代表你要空手三年多 对不对 那空手很长 很久损失大了 损失大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美国的巴菲特指标 这几年一直在创高 可是如果以全球的巴菲特指标 上行力度就没有这么快了 什么意思 美国股市在创高 可是为什么全球股市的 总巴菲特指标 或者中国的巴菲特指标 为什么没有创高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的巴菲特指标 美国的GDP是属地主义的 它统计美国本土赚多少钱 可是美国股票的市值 我可以买 美国人也可以买 到处人都在买美国股票的时候 美国股票的市值 上行的速度 一定比美国本土GDP 上行的速度来的快 它的基起本来就容易推高 要不然你说中国股票 中国的巴菲特指标 目前好像说跟30年前 差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而言 我会认为说我们要用各种基起指标 来进行统一对比 不管是从本益比 股价进止比 巴菲特指标也可以 也可以从乖离 也可以从景气循环的角度 进行多重比对之后 你就会发现 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股价不便宜 但是没有到泡沫的程度 这个是我的想法 那当然每个人在股价不便宜 但是又有点高 但是又没有说到 列级衰退的地步 每个人采取的做法行为非常多 那我自己的做法 我会建议大家持有的部位 信有的部位 不要因为9月份的惯性脉 就被甩到 你应该持续待在车上 剩下的部位 你可以考虑做一些债券 或者现金的布局 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最符合当前的景气扩张 那你自己是这样调整吗 从8月到9月 我自己是这样调整的 本轮从 因为我们是从22年到23年年初 进行整个库存循环的布建 当时领先指标 我们刚才看到很多 都属于低档 你布建完以后 要做什么事情呢 可是突然你说的 买股票要有想象力 卖股票要有理性和现实 那中间要学会睡觉 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最近跌得很凶 终极回调 既然我认为是终极回调 不想浪费资金交易 当然会补一些资金仓位 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肯定也不是那种 all in衰退期 别人极度恐惧的时刻了 最好的方式就是 持续待在车上 剩下的资金 可以做一些安排 犒赏自己也是一种安排 去旅游也是一种安排 买资金也是一种安排 那我的步调会比较偏向这样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廷浩 真的帮我们分析了很多 不管是从美国总金 到台湾的库存循环 都有了很清楚的分析 同时也很大方的 把他现在对投资组合 应该做一些配置跟调整 都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 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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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